大家好,我是大雄 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这场冲突中 我们目睹了各种高科技装备的使用 和现代战争的新面貌 作为大雄 我要为大家揭开这些复杂事件的面纱 让你们在笑声中了解这个严肃的话题 首先,我们不得不提到无人机的戏剧性登场 在战争的第885天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 公布了一组令人瞩目的数据 乌克兰防空部队在7月26日至27日夜间 成功击落了所有从俄罗斯发射的空中目标 这些目标包括一枚K-59、K-69制导导弹 和四架沙克的无人机 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显然不甘失误 就像玩打地鼠游戏一样 精准地击落了这些目标 或许是因为天气太热 无人机也需要一个凉快的地方休息 而在南部和东北部前线 乌克兰的防空部队也表现出了高超的技术 他们成功摧毁了八个空中目标 包括四架侦察无人机 一架前哨查打一体机 和两架柳叶刀自杀式无人机 这种能力令人印象深刻 让我们不得不思考 现代战争中的科技力量 如何改变了战场的格局 在这些无人机对抗的背后 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事 乌克兰的无人侦察机 竟然在俄罗斯的澳联亚机场 击中了一个大目标 一架图22M3远程战略轰炸机 这一袭击的距离 从乌克兰边境算起 有1800公里 显然是一次远程打击的杰作 这一事件不仅显示了乌克兰 在远程打击能力上的进步 也让俄罗斯的防御体系感到尴尬 看来未来的战争 不仅要防备地面上的敌人 还要防备天空中的快递员 无人机 然而战争不仅仅在空中展开 网络空间也成了一个新的战场 乌克兰的黑客团队 在7月27日 对俄罗斯的银行系统 发动了猛烈的网络攻击 这已经是连续第五天的攻击了 结果就是 俄罗斯的ATM机系统 大规模的瘫痪 许多客户无法提取现金 这些黑客可不是普通的网络小混混 他们有着高超的技术 和明确的目标 他们不仅使银行支付系统 和移动应用程序瘫痪 还影响了公共交通的支付系统 和俄罗斯主要的移动 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这种情况 让俄罗斯的日常生活陷入了混乱 也让我们看到网络战争的无形而强大的破坏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乌克兰的黑客团队 并没有止步于银行系统 他们还攻击了俄罗斯的主要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甚至一些流行的在线信使和俄罗斯最大的社交网络 也遭受了攻击 乌克兰的黑客显然不打算让俄罗斯轻松过日子 这种全方位的攻击 展示了现代网络战的潜力和威胁 与此同时地面战斗也在激烈进行 在过去的一天里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 共发生了122次战斗冲突 这些冲突遍及多个前线 包括哈尔科夫、库布扬斯克、莱曼、克拉玛、托尔斯克等地 在这些地方 乌克兰的防御力量与俄罗斯的进攻力量 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乌克兰的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 在打击俄罗斯的阵地上表现出色 他们攻击了多个目标 包括三个人员集中点 一个火炮系统 两个雷达战和一个UK防空导弹系统 尤其是在顿尼茨克州的波克罗夫斯克前线 战斗尤为激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月26日的讲话中提到 这里是俄罗斯攻击的主要焦点 乌克兰必须加强这个方向的防御 以抵御俄罗斯的猛烈攻击 为此 乌克兰正在加紧与西方伙伴的合作 制定新的国防计划 这种国际合作不仅显示了乌克兰在全球舞台上的重要性 也表明了他们对抗俄罗斯的坚定决心 除了战争中的实际战斗 我们也不能忽视国际政治的动态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 发表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言论 他表示如果他输掉2024年大选 中东的冲突可能会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一言论迅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特朗普认为当前的世界局势非常的紧张 如果美国的领导人处理不当 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冲突 特朗普的言论尽管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 但他确实反映了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 中东地区一直是全球政治的热点区域 而美国在其中的角色也至关重要 特朗普的言论无疑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的担忧和焦虑 但这是否意味着没有他在位 世界就会陷入混乱 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回到战争本身 这场冲突不仅是国家间的对抗 也是一场技术和道德的较量 无人机的使用和网络战略展开 展示了现代科技在战争中的巨大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战斗方式 也提出了新的道德和伦理问题 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无形杀伤力 使得战争的残酷性变得更加隐蔽 同时也引发了关于战争伦理的新讨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国家间的冲突 更是人类面对技术进步时的困境 战争中使用的高科技装备 虽然提高了打击的精准性和效率 但也带来了更多的伦理挑战 无人机袭击中平民的伤亡 网络攻击对社会基础设施的破坏 这些都提醒我们了 科技进步需要配合道德和法律的框架 这场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 不仅展示了现代战争中的高科技装备的使用 还揭示了战争在网络空间中的新战场 从无人机的空中较量 到黑客对金融系统的攻击 再到地面战斗的激烈交锋 这场冲突体现了多维度的作战方式 乌克兰通过精准的防空系统 和高效的网络攻击 成功打击了俄罗斯的多个目标 而俄罗斯也在多个前线 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此外 国际政治动态也对这场冲突 产生了深远影响 特朗普的言论 引发了对未来国际局势的担忧 进一步显示出 全球局势的复杂性 在这场冲突中 高科技装备的使用 不仅提高了作战效率 还提出了新的伦理挑战 特别是无人机和网络攻击 带来的无形伤害 总结而言 这场冲突 不仅是国家间的对抗 更是技术与道德的较量 作为全球公民 我们需要在面对这些复杂问题时 保持冷静和理智 理解科技进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在未来 我们应继续关注这些动态变化 保持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态度 迎接未知的挑战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 带来更多深入和有趣的国际新闻解读 总结这场冲突 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 不仅影响了这两个国家 也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空中的无人机大战 还是网络空间的黑客风暴 亦或是地面的激烈交战 这场冲突都展示了现代战争的多维度特征 作为观众和全球公民 我们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智 在信息的海洋中找到真相和方向 作为大型 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国际新闻解读 以轻松幽默的方式 帮助大家理解这些复杂的事件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态度 迎接未来的挑战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学到了新的知识 也收获了一些笑声和思考 继续关注我们的大雄频道 让我们一起在笑声中探索世界 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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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